早 早 今儿这么早去哪儿啊 去上班啊 上班 去上班啊 你看我这脑子 我还以为今天是周末呢 走了 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气场强大 充满自信 王总真的太阑了 怎么现在这么多呢 怎么会这 这 这王总真的太阑了 建心姐 真的好累的 去工作了 都去工作了 都去工作了 是你让人把我的人事调令贴出来的吗 我提醒你 你没有潜力出入这个房间了 我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你 让人把我的调令贴出来的 是 怎么了 你非要让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吗 你这样做 会让整件事情没有退路 不需要退路 之前的事情 我已经向你道过歉了 有些事情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的 我究竟做了什么损害到公司的利益了 你要这样对我 你不能为了一点点私人的事 你知道这讨厌的是什么吗 谎言 知道我第二讨厌的是什么吗 被谎言欺骗 知道我第三讨厌的是什么吗 就是知道自己被谎言欺骗之后的那种 厌恶感 而这三点 都让我感受到了 让你有了这种感受 我很抱歉 出去 我想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出去 去吧 那你去吧 我去吧 不管吗 好 天心姐 你没事吧 刚刚公司发布了人事调令 他们想调你去收发室 这是真的吗 黄总也太过分了 没事 等董事长回来 你就回他办公室工作 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生气的 不许告诉董事长 今天的事情一点都不许泄露 听见了吗 但是 天心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现在还是工作时间 赶快去工作吧 你真的没事 没事 我房天心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开玩笑 对了 好好工作 别偷懒啊 唉 来 黑心姐 嗯 这么多啊 信件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多的没道理 有的时候少的没朋友 说是要在中午之前 按各个部门整理好 全部吗 还要再分发出去 分发也要我 上头的知识 天心姐 千万别输给王总 加油